專校球邊攀贏在射球前 小港腳重新起跑 一名校對不少家長來說 是子女夢寐以求的東西 但兩位港足於21小象就不是這麼想 踢港隊於21的播磨好險和顏卓奔 為了足球夢轉到董知英紀念中學 先說明校那邊讀書真是辛苦 所以才轉過來 讀書要有成績和他們又要練到球很難 在英華的時候讀完 自己合格六十幾分很開心 旁邊的九十幾分八十幾分 哭哭說自己差很遠 很努力完可能有七十幾分 其實很普通的七十幾分在那裏 在這裏是高分一點的 輕鬆一點的 還有有些自信先讀書 兩頭不到岸在那邊 我知道自己讀書也一般 知道自己是想做球員 所以在那邊的球賽 可能會踢得不太好 轉了董知英 就可以兩樣兼顧 中間那三堂通常都是上PE 上校畫畫一堂 所以就可以出去練球 然後練完球 就回來上課 學校一定要我們每棵俠架 才可以出去練球 所以就不可以只想要踢球 都要顧一下學業的成績 他還說有信心 可以透過學校推行的足球計劃 入到大學 香港呢 很悲哀的就是 我們現在的大學 可以入到大學的同學 只有兩成 而現在我們東京設計的創意方程 我不是說要會養明星動演演員 而是會養未來社會需要的人 相線發展 讀書之餘又追夢 才是至勝之道